包括我的戴纏包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每一天就是都在想 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想着 我要戴什么我要戴什么我要戴什么 然后呢就一直把它写在那个手机的笔记本里面 然后就很多就是越来越多越多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带一咖心理箱去 还新生了 还要新生了 还要新生了 没有啦 Selina宣布要去生产啦 供缩有感谢获倒数了 就是很倾向是自然产顺产的方式让它出来 所以这个头围就很重要 然后我跟小徐的头都算大 真的真的很辛苦 肚子很大很沉 然后伴随着不定时的公缩 她又还能踢 我真的不知道我里面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季瓶 在给她住这个豪宅 41岁的Selina确定即将卸货 就算已经38周 还是照常录制Podcast节目迎刃而解 分享即将当妈的心情 我自己还是有一个目标嘛 我就是有说我想要就是优雅的生产 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去生产 所以呢第一个街帽一定要把它种好 有一点点比较 希望都是规划好的状态 我希望自己是在准备好了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生产 要准备那个生产包 就是你要去代产的时候 要准备的东西 而且我每一天就是都在想 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想着 我要带什么 我要带什么 然后呢 就一直把它写在那个手机的笔记本里面 然后就很多 就是越来越多越多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带一咖心理箱去 哈哈哈 我把它当成是一趟旅行 所以我就是会准备带着我的心理箱 然后我旅行会带的东西 基本上我也都会带着 她很担心我 万一生完之后 她怕我会有产后忧郁 她最担心的是这个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了我就跟小鱼说 没关系 如果我真的有 你觉得我有 或是我也觉得我有 定要第一时间就寻求医生的帮助 Selina产前最后一路 再加上先前Ella已经预告 11号SH1成均22周年纪念日当天 可能会有小惊喜 也引来不少粉丝猜测 可能就是公布小妖果 顺惨消息 还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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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像你 没有啦 啊 那刚我屁下的事 你踩白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 那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 我交代她带卫生 直接带真的是 她真的有耶 姐妹真的很值得托付啦 哭哭 果然是要生了才这么感性 8月初 Selina还挺肚站台好姐妹 来个SH1久违大合体 三人高歌 献给即将出身的小妖果 给小妖果 这就是你最好的胎教音乐 你从小就是要听SH1的歌 你就要喜欢我们的歌声 你要以妈妈为荣 很自私的胎教音乐 所以我就有约定好 就是生完一生完 顺利生出来的那一刻 马上帮我擦口红 然后再跟小妖果合照 那刚我屁下的SH1 为什么她儿子油漢要我跳 她自己会处理 我只要给她送给她的礼物就好了 好